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来到公伙者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桥面手和桥底手的区别 以及这两种手的优势和劣势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那首先,来做一个什么是桥面 桥面的意思是,他打我一拳,我的手在他的手的上面 可以这么理解,叫面手,对 这会叫底手,或者叫底手 就是我的拳,我的手在他的拳,或者他的手下面 那么,我的手在他的手的上面,是什么作用呢? 是大家清楚在泳村的打法里面 在我们要用泳村做搏击的时候 永远要试图 最后,把你两个手都放在对手的两个手上面 他不是叫你追手啊 就是说你怎么样,你都要封在他上面 你看,如果我打,他打我 你看,我多少打 我两个手,全让他手的上面再打,继续打 把刀了,那我手在他上面再走了 你看,我手在他的手的上面再出了 我的手在他的手上面再出了 我的手在他的手上面再出了 OK,他再打了 我的手在他的手上 再打了 OK,所以你不管怎么打,你出了 走了 都是在他手的上面 OK,那么 上面的好处是什么 面手 力量长 你有优势 所以你只要压住他 谁压住谁 谁的手在上面 基本上就赢了 那么 是不是说 我的手在他下面 就一定输呢 就不好呢 错 永远当中是公平的 你的手 在他的手的下面 你就会比他快 那么大家都知道 吃手 那我们用一个吃手 那我们用一个吃手 就用一个动作 一个看 还有一个扶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他的扶手 很多情况下他的扶手 会变成全打进来 是吧 在那里自己打 你打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扶手在我的手上面 看到了吗 跟他打我 比较简单 你人整个冲天打我 OK,那么 我 就比较吃力 那么 在下面的手 怎么办呢 要记住 下面的手 永远比上面的手 要快 或者你说 里门的手 要比外门的手 要快 也就是说 他就能打我 你看 我直接 从我的摊手 他打 变成一个正常 好 所以 我们总结一下 这节课的要点 瞧面手 面手 怎么办 谁压制住 谁控制了面手 就赢 但不代表 瞧你手 就一定输 我如果 手处于他的下方 我就比较快 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圈手 OK 那么 他就能打我 这个时候呢 他打我一拳 我永远要怎么样 我的圈 他在打我 我的手 在他的手 在他的手上面 封 再做一次了 拿出来 拿出来 OK 所以我不管做什么手 还在出来 再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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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 因为 所以 永远 在上面 好 今天日课就到 去吧 去吧